我們從保護青蛙物種的這個過程裡面 一直連持到現在 以它作為我們的一個精神的底下 也是我們的一個精神的象徵 對青蛙老闆我想就成為 我們在發展過程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支持整個Tommy的發展的這個背後 我想先呼一下我們家即興會 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從長期陪伴的這個角度 確實我們在這裡看到 也喚醒到了許多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當這個地震出息有許多的社會資源 投入到社區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說 這個社區是因為辦了活動 有了知名度之後 反正就被社會看到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當這些資源慢慢萎縮之後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社區 基本上它的許多的困境 依舊還是會發生 包括在人口嚴重 外流的這個狀況底下 社區的組織的能力 還是有限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它更需要有一個長期別板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2004年之後 一方面也看到社區的這些問題 這方面也反省到 自己是一個所謂的 會員利組織的這個困境 或是因為這個 會員利組織的這個收入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這個政府部門的這個計畫 當這個政府部門的計畫 萎縮了之後 其實也會考慮到說 那自己是不是要一個 所謂自己收入的來源 那不然的話 大概就是一直在猜人猜人 到最後可能這個基金會 就會萎縮到最小的這個狀況 所以在這樣的整個 內外的這個思考底下 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 新富鄉基金會就決定了 我們要成立一個 叫做新富鄉無舊基金會 附設社區建學中心 那這個建學中心 就需要有一個園區 那這樣的一個 有園區的思考底下 剛好我在2005年1月的時候 來到日本這個神戶 這個子教堂這個地方 那這個子教堂 在1995年的時候 遇到這個反神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背後他的教堂 教堂被燒掉 只收下一尊耶穌像的這個地方 那當這個整個教堂 被燒掉的時候 有許多的義工 來到這邊協助重慶的工作 那其中 也有一位建築師 叫板孟的這個建築師 他從東京來到這個地方 關心這個教會 那他看到那麼多人 對這個地震有所貢獻 他也在思考說 一個建築師 對這個教會 有什麼樣的貢獻 那當然 這個建築師最重要的才能 就是設計房子 所以他就跟這個社區的朋友 還有教會的朋友講說 那有沒有可能 他來協助 來蓋一個臨時性的 這樣一個集會的空間 那一來這個空間 可以作為教堂使用 也可以讓社區的居民 來作為各種不同集會的這個使用 那後來他說服這個教會 就讓他把這個空間蓋起來 他就用直管 58根的這個直管 把它圍繞成的 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建築 那這樣的一個空間 做起來之後 有非常多的 這個NGO 就在這個指甲場的周圍 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重建的這個基地 所以這裡就被稱為 做社區域照 交朋友的地方 那禮拜天也是成為 這個教會的 這個做禮拜的這個會場 那2005年 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知道他們人家被拆掉 所以我就跟社區的朋友講說 那有沒有可能 就拆到台灣來 作為台灣跟日本在地震重建的 這個交流的平台 那日本朋友很快就答應了 所以我們在2005年 得到這個日本的這個捐證之後 大概花了三年的時間 為了台灣從這個找地 規劃設計 籌資金 然後申請建造 到完成 大概經過三年的時間 那這是2008年1月的時候 我們舉辦了一個千里民地住的這個活動 那2008年9月21號 在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天主教的總主教 紅山川總主教 還有長老教會的這個 這個潘總議長的 共同的祝福底下 我們舉辦的一個祝福禮的儀式 然後就把這個指教堂 開啟了他們落成啟用的 多謝